大气来说,它的pressure,我们就写P over rho over rho0等于P over P0 所以Rho呢,它就等于P0分之Rho0乘上P,它不是constant的,因为P会改变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DP over DY等于负0,这个式子拿出来用 那这个Rho呢,现在是这样子的,它是等于负的G rho0 over P0乘上P 好,那我们就把P除过来,两边都除P,两边都成一个DY 它就变成Rho0 over P0,然后呢,DY 这式子变成这样子,然后我们两边都积分 两边积分 我们现在令,地面Y等于0的地方 它的pressure是P0 那么在任意高度,地面,水平面上Y公尺高的地方 pressure是P,我们令这样子 我们加点这个是0好了 0好了 我们写Y0等于0 好,那么Y0等于0,为水平面 好,水平面,OK 好,于是这个式子,我们积分的结果就等于 Natural logarithm P over P0 要等于负的G rho0 over P0 乘上Y 好,我们就得P呢 要等于P0 P0 我们干脆这个叫做PA好了 P0我们令它叫做PA好了 大气压好了 P0等于PA 好,P0等于PA 为大气压好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写成PA 乘上Exponential G rho0 over P0 那我们更把P0 这是一个常数 我们就令它等于A负AY 好,A在这个里头是等于G rho0 over P0 这是等于一个常数 所以在大气以上这个pressure 是跟Y 是跟它的高度差 有一个递减的关系 有一个Exponential 递减的关系 这个是大气上面的压力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 水平面下的压力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 水平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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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压力 pressure 要等于PA 加上Rho GH 好,水平面上 大气压力 P呢 是等于PA 就是它 Exponential 负AY 那我们把这个函数曲线 画出来的话 它是这个样子的 好,我们把深度 用水平坐标来表示 水平坐标来表示 那这个是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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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这个ATM 来表示 这个是水平面 水平面 这是水平面下 这是水平面上 这个是Y 那就是Y 等于零了 Y等于零 好,这边是水 这边是大气 结果呢 结果呢 它这个曲线是这样子 在水平面上 水平面上的话 它的pressure 跟H的关系 是一条直线 是一条直线 到了这里以后 它就成 Exponential的 形状下降 这个高度 越来越高的话 它的压力就 越来越小 好,这个地方是 PA P 等于PA 加 Rho GH 这个地方呢 是 P 要等于 PA 呈上 Exponential 负的 A Y 如果我们把这个H 如果你这个水 水平面 当做零的话 我们原来是这样子 把这个当做H 这个高度是H 好 这个深度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深度 是H Rho GH 那么它的Y 应该是H 减H 当然我们从地面开始了 P呢 是等于 这个是 水平面 水平面下的一种 深度 越深的地方 那么这个 Pressure呢 就越大 OK 好 那么这个是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 就是用这个 DP DP over DY 要等于 Fu Rho G Rho G Rho Or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写 DP P P Over DY 要等于 这边的 这个 等于Fu的 P 00 P0 Y OK Or 我们写Or就好了 这个 或者是这个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是 我们讲的 水平面下 跟水平面上 它压力 跟高度的 关系 好 底下我们就看一个 叫做压力计 压力计 Gage Pressure Pressure Gages Pressure Gage 我们有锅炉 在烧 烧水 让这个 里头产生 蒸气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监测 这个压力 不能让它太高 太高的话 这个锅炉会爆炸 于是 我们就在 锅炉 这个地方 用一个压力计 用一个压力计 来 来监视 来监控 它的压力 来看看它的压力是多少 你看 假如这个里头的 Pressure 是P 外头呢 Pressure 是PA 大气 是PA 我们在这里头 装了水银 这个水银柱 本来是两边都一样高的 如果这里头 跟大气一样的话 里头是一样高 但是这个pressure 比大气高 于是呢 它受了这个pressure的影响 于是水银面就下降 水银面就下降 这个是P 这个是pressure P 水银面呢 就下降 这个水银面呢 就上升 水银面就上升 OK 这个 是Row mercury Row mercury 那这个pressure 是PA 好 平衡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 保持P的时候 不再动 于是它这个底面 底面的压力 我们讲定这个是 P 随便哪个P1 哪个P2 都没有关系 好 那么这个高度呢 是Y1 这个水银面的高度是Y2 好 于是 我们根据这个pascals law 应用 应用 Pascals law 我们可以得 P1 要等于 P 加上 Row mercury G Y1 P2呢 是等于 P A PA 加上 Mercury Row Y2 好 因为这两个是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的话 P1 P1 是等于 P2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两个水平 减一减 减一减 那么就变成 Row H G 再乘上G Y2 Y2 减 Y1 要 这两个 减一减的话 Y2减Y1 等于 P 减掉 PA 好 那么Y2 减Y1 如果是H 就是说这两个水平面的高度 如果是H的话 H的话 那我们可以得 P 减 PA 要等于 Row HG 乘上GH 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水平面的高度 你就知道这个 压力 跟大气压的差 好 这个 P减PA 我们称它叫做 P减PA 它不是真的它的压力 称为 G是压力 叫做Gaige Pressure 叫做 Gaige Pressure 你读出来这个水平柱 高度差的这个 大小 就是Row GH 其实是它的 G是压力 它的绝对压力是多少呢 你要把这个 你要把这个P A量出来 你才知道它的 绝对压力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P A是大气压 我们现在要量度这个 大气压 量度大气压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叫做 大气的压力计 这个叫做 Barometer 大气压力计 它很简单 它就是 我们有一个水银槽 里头都装了水银 比如说这个原来是水银 我们现在拿一根室管 很长的室管 很长的室管 这一端是封闭的 我们把水银从这里倒进去 水银把它倒满 倒满 倒满以后啊 就把这个口啊 把它封住 封住以后把它倒过来 倒插在这个水银槽里面 于是 它这个室管里头的 水银呢 水银面就会下降 水银面呢 会下降 水银面比如说 降到这个地方来 降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真空啊 这个地方的P等于零啊 这个是我们做的最好的真空啊 好 那么这个是Rho HG Rho HG 那现在 我们从这个高度 里头的水银面 跟外头水银面的高度差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 大气压是多少 比如说 我们现在以这个水银 水银面 水银的槽的底端 作为标准 好 这个高度啊 我们认为它是Y2 Y2 那么 这个高度呢 这个水银面的高度 叫做Y1 水银槽里头的水银面 距离底端是Y1 水银柱的高度是Y2 Y2 好 现在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pressure 是PA了 因为跟大气接触 跟大气接触 好 就是Y2 减Y1 我们令它等于H 这个是水银柱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底端的两点 这个叫做P1 这个是四管底端的 这个Y2 这是Y1 Y1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两点 根据Pasca's Law 有 Pasca's Law Pasca's Law 我们得 P2 这是P1 这个当中才是P2 P2 好 P2呢 是等于0 加上Rho G 从这里到这里 Y2 这是HG P1 P1呢 P1呢 P1是等于 PA 加上Rho HG Y1 那因为这两点 同一个水平 水平没有流动 可现在P1 P1要等于P2 因为P1 等于P2 所以我们就得 PA 是等于P2 是等于Rho HG 乘上G的 Y2 减Y1 那么这个就等于P2 那么这个就等于Rho HG 乘上G H 那这就是大气压 OK 大气压 好 大气压呢 大气压呢 大气压就是用这个水平柱的高度来 来这个表示它的大小 我们现在 另H等于76个Centimeter的水平柱高 那么 PA 为 一个 ATM ATM就是Atmospheric Pressure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PA 你用这个数字把它 带进去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是13.6 Grand Per Centimeter Cube 这980个 达音 这个是 76个Centimeter 我们把这个算出来 我们再把它 写成这个 MKS字的话呢 它是等于 它差不多是 一点 一点多 我把这个数字把它写一下 差不多是一点多 一点 多少这个 诚实的 1.013 5次方个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那么 一个Newton Per Meter Square 我们称它叫做 一个 PAR 一个PAR OK 它是 每一个平方公尺 有这么多 达音的力 作用在我们身体上面 身体的表面上 OK 如果你站在 一个大气压的 地方 好 底下我们就利用PASCAS LAW 我们来做几个题目 用PASCAS LAW 做几个题目 这个就是大气压 如果你有一个PAR 摆在那里 你读出大气压 今天是多少 不一定每天都是这么多 所以你看这个 我们标准大气压是这个 如果比这个大的话 就是高气压 压力比这个小的话 就是低气压 就是低气压 好 现在 看一个例题 假如我们有一个U型管 原来这个水 两边的液体 水平面都是一样高 水平面都是一样高 现在呢 我们拿着这个U型管 往这边加速 整个这个系统 往这边加速 有一个加速度A的话呢 这两边的水平面 是异面 它的高度会变成不一样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哪一边比较高了 我现在假设 所以我们就令 这边比较高 这一面呢 比较低 比较低 OK 好 这是它的E面 好 那为什么这边的E面高 这边的E面低呢 那可见呢 它这边的pressure 一定会比这边大 比这边大 因为这个液体 相对于这个 这个U型管来说 它是不动的 所以它是一个静止的流体 好 这边的压力啊 一定比这边要来的 大 P1 好 P2跟P1 到底 它的差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可以啊 在这个地方 好 就说这个同一个水平面 好 我们假定这个是 P2 这个是一个P1 好 P1 好 我们又假定 它这个长度 是L 好 它这个 接面 其实是A的话 它的密度 是Row Row 好 我们首先就看 这个翼柱 这个翼柱 整体的翼柱啊 往这边加速 为什么会往这边加速 我们知道有个加速度A 为什么会有加速度A呢 我们应用 牛顿第二定律 由 Second Law of Newton 我们得 Sigma F 是等于 P2 A 减 P1A 这边的力 减到这边的力 好 要等于什么 等于 M A 好 M呢 就是这个水柱 这个翼柱的 质量 就是密度 称界面积 称长度 称A 好 那么 我们就从这里就得到 P2 减P1 要等于Row LA 好 这是 由牛顿第二定律得到 好 然后我们再看由 Pasca's Law 好 Pasca's Law 我们可以得 好 我们假定这个是 这个是 2 这个是1 好了 好 P2 是等于 PA 这边都有 PA了 这个也是 PA 我们把这个当Y2 这个当Y1 好 Row G Y2 P1 要等于 PA 加上 Row G Y1 好 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可以得 P2 减P1 好 P2 P2 减P1 要等于Row G Y2 减Y1 好 Y2减Y1 那就是 H 水平面的 XH 这个就等于 Row 这个代入 第一是 我们就得 Row G H 要等于 P 等于Row L A 所以我们可以把Row 约掉 那么就得 它的 水面的 高度差 是等于 LA over G OK 这个是要求 二倍 二倍 一面差 一面高度差 一面的高度差 这是一个问题 好 再来我们看 如果我把这一题 稍微的改一下 把这一题改一改 好 这还是原来那个题目 两边都装同样的一个议题 就整个是一个同样的议题 两倍的 意面差 应该是一样高 如果这个 U型管 没有动的话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U型管 绕着这个轴 以Omega的角速度再转 Omega的角速度再转 我们求 我们求它的 一面高 求 也是一样 求二倍 一面 高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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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个怎么求呢 我们可以在 距离这一边 R远之处 长度是DR的 这个激素 这个面积呢 接面积还是A 这个里头的液体还是Row 好 那么 于是 我们就看 这个体积激素 乘三密度 就是质量 激素了 这个质量 激素 绕着这个轴 以Omega的角速度 再转 那么 它做的是 圆周运动 做圆周运动的物体 它一定受一个 向心力 它没有向心力 它不会做这个圆周运动的 好 于是我们就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有 Second law of Newton 那么我们就会 就会得 这个有个向心力 这个向心力从哪里来呢 我们假定这边叫做P1 这边的压力啊 我们这个叫做P1 这个是P2 P2 它就是P2-P1乘A 而P2是什么呢 P2是等于 P P1 我们假定这个是P P P好了 P 加上一个 你 增加一个R的话 它就增加一个DP 好 于是这边我们就可以写 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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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心力 向心力是等于 等于这个 这个不要写P2 就是P 加上一个DP 乘A 向心是正的 减掉一个P P乘A 这个是力的来源 力的来源 好 它要等于 质量 它要等于 质量 乘上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R Omega 平方 好 那么 这个M呢 就是得 Rho A 乘上 DR DR 这一段 然后乘上一个R Omega 平方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PA跟PA 约掉 所以它就变成 DP 要等于Rho A也约掉了 Omega 平方 R DR DP 等于这个 好 我们两边都积分 两边积分 DP的积分 对于Rho Omega 平方 R DR的积分 好 R等于零的话呢 我们当作这个地方的pressure 是P1 这个地方的pressure 我们当作是P1 这个地方的pressure 是P2 它就是P1 P2 0到L 于是这个积分的结果 就是P2 减掉P1 要等于二分之一 Rho Omega 平方 乘上L平方 这个第一式 这是由Newton Second law of Newton 得出来 然后我们再应用Pasca's law Pasca's law P1我们就当作这个底端好了 这个底端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当作是Y1 Y1 这个是P1 好 这个P2 这个 Y2 好 那么 我们知道P2 要等于Pa 这上面都有Pa 这个地方都有Pa 现在我把这个画低一点 这个画低一点 现在知道这个比较低 这个比较低 这个比较低 这个是比较低 这个是Y1 它是Pa 加上Rho G Y1 P1 要等于Pa 这是Y2 加上Rho G Y1 因此呢 这两个合起来 我们知道 因为P1 我们就 我们就 把这两个减一减 P1 减 P2 对于Rho G Y2 减Y1 我们把Y2 减Y1 当作是H 当作是H 好 这就等于Rho G H Rho G H 好 这个代入第一是 代入第一是 代入第一是 我们就得Rho G H 要等于 Rho G H 等于 二分之一 Rho Omega平方 L平方 Rho Omega平方 好 那现在Rho 跟Rho 约掉 我们就发现 它的高度差呢 是等于 Omega平方 L平方 Omega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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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把这个题目 再改一下 把这个题目再改一下 它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我们原来的 U型馆 原来的U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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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一样高 我们假定这个里头 所有的摩擦力都不算 当作它没有摩擦力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意面 往下压一个 Y高 往下压一个Y高 以这个为参考点 往下压一个Y高 于是这个意面呢 它就上升一个Y高 上升一个Y高 那么这个当中 有 2Y的高度 就是说 这个跑上去了嘛 对不对 跑得比它上去 这个还在嘛 所以两倍的Y高 于是 这个 义柱 这整个义柱 整个义柱呢 我们当作它的 长度 是 一个大L 大L 好 是 这个接面 其实是A OK 那整个义柱 就会受一个向下压的力 这个力是多大呢 就是这个力 这个高度差 两个义面 所受的力 是这个 所受的力 就是这两个义柱的高度差 我们可以在这里当作是Y1好了 这个 不然我把这个当作P1 这个地方的压力呢 叫做P2 好 P1 它是暴露在 空气里面 所以它的pressure是PA 它这个上面 还有 这么多个高度 所以我们 从这个 Pasca's Law 我们知道 P2 就是这个 义柱所受的力 将 左背 翼面 下压 翼面还是从原来的算起 原来在这里 上升 也是5米高 然后 释放的瞬间 你下压嘛 然后释放的瞬间 把你下压的这个力 取消 全部 义柱所受的力 好 Sigma F 是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这一段 PA大家都有了 就等于这一段的差 减掉 这一段的 的差 那它就是等于这个 Rho G Rho A 乘上L 这是 质量 称之质量 好 乘上这个 再乘上这个 不是 等于 不是 这个是2Y 2Y G 往下的力 好 OK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知道 你这个地方是向下压一个Wire 向下压一个Wire 结果他 他的这个 受的力啊 Sigma F 是朝上 我们这里画一个Sigma F Sigma F 我们写Sigma F 好了 Sigma F 是朝上 朝上 你本来Y是 往下的 现在是 往上 往上 或者呢 我们可以说 你把这个Y 当做正的话 往上就是负的 往上就是负的 OK 如果这个是正 这个是 我们把这个当正Y好了 这个就是负2Y 那么 这样看起来比较 比较容易 看得懂 Rho A G 负两倍的 Rho A GY 它是等于M M 乘上A M是等于什么呢 M是等于全部的 Rho A 乘上L D平方Y over D 其实你从这里 就可以知道 它是减轻运动 因为啊 力是跟它的 Y 成正比 方向相反 它就是一个减轻运动 要不然你就从这个地方 跟这个 于是你可以画成 DY平方 over DT平方 Rho A 跃掉了 加上 2 G L 乘上Y 等于0 那这个是一个减轻运动的 一个典型的式子 那我们 我们说 所以 义助 做 Simple Hermanica Motion 好 我们现在令 Omega 平方 要等于 2G over L 则 震荡周期 T是等于 2π over Omega 2π 对于2π L Over 2G 你可以把2乘进来 它就是π 2L Over G 震荡周期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物体做的是 减轻运动 它震荡周期 就是这个 对于2D 游泳周期 对于2D 谢谢大家